現在堂食的時間五時花六時變 這麼難捉我 怎樣可以吃外賣得來又不頹呢? 大家好我是MM的阿薩 今天來到油麻地帶大家吃一間超人氣 以及超厚切的三文治 油麻地這個人來人往的轉角位 長期都有人站在等外賣 有人試過來兩次才成功吃到 就是為了這份集打卡 大件即叫即做於一身的三文治 登登 看它的樣子就像是台式韓式的三文治 看真點 其實就是沙爹牛和芫荽蛋 不折不扣的港式三文治 今天準備了八尺 全份是有14cm厚的 超級美味 小店總共有18款三文治 要打卡有護泥有牛油果 要港式有芫荽蛋和沙爹牛和蛋 還吸引到附近的打工仔和街坊 等一份 老闆說高峰時期試過一天賣500份 開了短短一年就這麼受歡迎 究竟熱賣的背後還有什麼原因呢? 其實這張這麼吸引的食物照片 都是老闆拍的 讓我進去請教一下他 嗨,我是老闆 你想學拍照還是想學煮食呢? 我倆都想學 讓我簡介一下Tommy開店之前的CV 其實他是一位新加坡回流的攝影師 因為自小喜歡茶餐廳文化 特地走回來香港做茶餐廳伙計 開店前兩年就周圍拜師學藝 希望有朝一日可以開到一間茶餐廳 他就嘗試將茶餐廳吃到的味道 結合新式的紙包方法 做出一份適合香港人口味的三文治 炒蛋 炒蛋的技巧 一字記之下就是要油穩夠 要快手 而且一定要在它未成形前 攪拌它這樣才軟綿 芫荽是一定要未老之前 就一定要炒起它 那我最特別的位置就是 我會加多一點點西諾 然後繞一繞 這樣就可以了 有些客人會吃完之後 就會覺得很香 和茶餐廳那些 你會聞到有很大股的蒜頭味 乾蔥味 炸牛肉和洋蔥 是非常之夾的 你會感覺到茶餐廳的時候 然後我會倒入 兩隻手都不可以懶 混在一起 那就是一份很好的 沙爹牛肉和洋蔥 我自己吃在香港很多茶餐廳 都是用薄麵包 吃完一份做早餐就可以 就可以飽肚 但是一去到午餐 或者晚餐的時候 就完全不夠了 那我就在香港 很多本地的餅房 試了五六間 最後得出了這間麵包餅房 是可以做到軟熟的厚麵包的感覺 好了 那我們要早三文治了 準備好 你講到大陣醬 我好緊張 我示範一次給你看 好 你先示範一下 兩邊都會擦少少的 餐肉 下芫荽 一斤左右 蓋住它 放在紙的中間 我等你 有些衰大刀包了 一隻手拿著 另一隻手拿著 但你的衰很大 是不是這樣 是的 但是女生的手怎麼做 幫我切幾百份三文治 都是女生來的 是誰 是一個美女 我猜不到它是一個這麼厚的三文治 其實它的麵包是很軟熟的 而且咬下去 看到中間的餐肉 還保持脆薄薄熱辣辣的 然後那個芫荽蛋就厲害了 如果你很喜歡吃芫荽的話 一定要試這個 它裡面 其實你看到芫荽的比例是很多 幾乎是蓋過了蛋 外表可能不太看得出 其實這個沙爹牛是混了滑蛋的 吃下去是很creamy的口感 然後那個沙爹味 特別是花生醬味 是非常之突出 你覺得這裡的麵包和底的地方 真心的 真的鬆軟一點 因為附近都是茶器比較油 這些比較健康一點 其他茶餐廳的用料 多數都是餐蛋 腿蛋 鹹牛蛋 這裡加到芫荽下去就特別一點 份量呢 你夠不夠飽 份量我就要買多一點食物 不過都OK的 剛剛好 對於我來說 因為我是做運動大食的人 奶茶和二米水 他們很用心做 所以多點來吃 大學讀BBA的Tommy 畢業之後 就已經立志要在飲食業發展 當時她的第一份工 就是在集團式茶餐廳做Marketing 而她妹妹Karen 就在他們一起開店之前 就已經支持她追夢 因為突然之間有一天 我有親戚就問我 會不會想著去新加坡發展 因為我過去那裡 又做一些截然不同的事情 我是去Studio的 拍一些家庭照片 其實在新加坡生活都OK的 是開心的 都有成功感 都拿到一些成績回來 新加坡有奶茶喝的 都是 但是我都是很掛念 每一天就是很掛念 香港的奶茶 那時候的自己就是24歲左右 我就覺得 預期是這樣 不如趁自己還有最後一次機會 回來香港做 真的進一間茶餐廳去學師 因為她是上早間的 早間是早到早上三點幾四點鐘 她就要起床去開檔 那時候我又讀書 其實又沒什麼做 唯有早上起床去坐車 這樣 其實這間店除了出名三文治 還有一個隱藏的名物 就是奶茶 我這裡的奶茶會比較重茶味 五種不同的茶葉 這個就是自己攪的一個茶 認真點看看 它是有不同層次的茶 在裡面 你會看到是有些粗中幼的氣體 幼茶就是它出得快 香氣會比較多 而重茶就是它需要時間去浸泡 去煮 但是躍乾時間之後 它出來的味道就會更厲害 怎樣才可以沖得好喝呢 其實都是要時間夠 還有撞茶的力度要夠 現在一開始都是這個狀態 去到中間它就會浸泡上來 茶葉就會變成一塊 好像泥的狀態 再回到現在這個狀態 大概整個時間是25分鐘左右 芫荽餐蛋子 好芫荽餐蛋子 兩個汗再多 麻煩你 現在妹妹就是店內的得力助手 在廚房包三文治 在水巴沖奶茶 在樓面下單 這些東西甚至做得熟手過哥哥 收下銀 小奶奶做老闆那種 對 她說收下銀 收下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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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下三文治 炒下蛋 都不是很多東西 對 店之前來 假的 最後你包三文治 對 3 2 1 開始 其實平日出過的時候 都是要放 對 應該還要再放一點 對 你最輕鬆 對 最輕鬆 是要再放多一倍 因為客人上班很快很趕 我們每一份都要自己包 如果一份更慢後面都會更慢 所以盡量都不能坐 好嗎 選了一個麻痺 對 對 我想問你昨天是否算放假 對 一個星期一日 就是昨天 但你昨天去了哪裡 最後 我最後還是想回家 回家 好吧 我的假期就是這樣 我的情人節也是這樣過 我正想問 今天情人節有什麼節目 今晚應該要OT OT完之後我們應該回去吃飯 然後睡覺明天又來過了 我什麼都沒有 我還是在等他進去 不能吹噴的 他會被人罵的 那時候回家 三點多起床 可能兩、三點鐘下場 真的下班了 因為這麼早起床 你一定是睡覺的 但是你的朋友 可能八點鐘才下班 所以基本上是 沒有人生 可能看到電視 瞞著我的電話就睡覺了 所以我覺得做這行真的很辛苦 我覺得我這一輩子都不會 怎樣飲食業 真的很辛苦 整個人生是沒有了 近來又再禁堂食 都很多人 因為不能吃餐廳 其實這條街都有幾間餐廳 撿完開 可能準備撿了 自己都託賴 真是幸運 不是開一間餐廳 而是開一間外賣店 而這間外賣店 都有很多街坊 很多油麻地街坊 還有很多不同外來的客人去支持我們 讓我問一次 Tommy 打燈辛苦一些 還是做三文治辛苦一些 可以打燈 你可以不用拿到高 可能你只要在這個位置 立即低下時間 他突然做回新加坡做的事 我想要你這個位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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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yste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